苏丹色素食安风暴持续延烧 有越来越多的产品也出现问题了 佳一市现在首度查到 有鸡排业者使用到有问题的香辣13香 还有胡椒盐调味粉 那么其中更有58包都已经被做成调味粉 而且已经加在鸡排里头 全输用光了 另外佳一市也有凉面店被卫生局发现 用到减粗苏丹色素3号的基辛胶粉 做成辣椒油 那么另外在全联所贩售的 BB13香腊油也有使用到问题辣椒粉 目前也不分批次全面下降 一大早铁门申索 这家为在佳一市的炸物店 被查到使用问题产品 卫生局调查发现 这家鸡排业者用了香料公司 摻有苏丹色素的原料 制成香腊13香跟胡椒盐调味粉 而鸡排店就用了当中的58包 做成了调味粉 而且早就用在炸物中卖给消费者 同样是为在佳一市的凉面店 这一大罐辣椒油本来是要加到凉面中体味 但当中的原料基辛焦粉 被检出苏丹色素3号 下来店家联盟烧毁 我们已经请业者下降回收 那另外0.58有制成这个 辣椒油的部分也责令业者来全速销毁 用食品公司把红辣椒细粉 做成的BB13香辣油 卖给全联 一共1.7万罐流入全台门市 目前不分批次全面下降 让消费者退货 一看苏丹色素 食量危机延烧 食品产业链全受波及 消局前局长康道周点出 都除了边境管理松散 国内有很多没有商业登记的家庭工厂 都要把产品卖到夜市传统市场 导致食品流向经常锻炼 他是用零售的方式的话 他就不会留任何资料 除了夜市之外 小型的餐厅是目前锻炼的机会比较大 我觉得难度有点高 专家呼吁要进行全国商业市场调查 全力追问题产品 经常业方面也将进入调查 主管机关对食品业者的监督 是否有管控失灵